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又講一下關於本地的消息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他對於BNO這個議題似乎是情有獨鍾 幾乎隔一段時間他就說一次 近期的頻率更加高 在今早他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 又提出了建議 他這次提議中央人民政府 要處理雙重國籍的問題 應該在香港執行中國國籍法的第九條 這條的條文列明了 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 凡是自願加入或者取得了外國國籍的話 就會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葉劉認為 全國人大常委會 必須要就這件事釋法一次 保證不會影響現時 持有外國護照的人士 他這個建議 其實就等同於昨天 他在南華早報撰寫的文章 說劃死線一樣 即是說某個日子之前的人 不受影響 他就說 他也說這些 劉夢雄 看到他不斷說 就說葉劉這些叫做 低級紅 高級黑 甚至連林鄭 今天見記者的時候 都跟他這個建議劃清界線 林鄭就說在行會裏面 沒有提過有關於 BNO的議題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 關注我們的VV專頁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先回應了 有一位益友的提問 他問 葉劉是不是已經放棄了英國國籍 為什麼他會不斷擠著BNO人士 實情 我翻查資料 葉劉自己就說 說他在1996年出任人民入境事務處之前 為了使用回歸之後 繼續為香港服務 已經應當時的政治顧問要求 放棄了英籍 所以他已經放棄了英籍 超過20年了 當時的政治顧問 是中方還是英方的 他就沒有說了 反正他曾經擁有 不過 應該沒有行使過 英國的居留權 他都沒有走過 到底他為什麼要遮蓋BNO 有很多原因 可能他不值得 你有英籍也行 或者他喜歡表忠也行 或者他鋪路選特首也行 沒有人知道 這些要問他才知道 說回 他電台節目上的內容 葉劉就說 本港就住港區國安法立法之後 有外國 趁火打劫 不知道他講哪個外國 現在五眼聯盟當中 起碼有三個國家 都提供了 移民的途徑 包括了英國 澳洲和加拿大 美國就沒有 差不多有 葉劉就說有外國趁火打劫 叫港人移居以給納資金 葉劉就說英國當年表明 不會給予BNO持有人獲得居留權 現時英方違背承諾 他個人認為中方要作出回應 他又說人家怎麼趁火打劫 這些叫多什麼 民眾有他自己的自主意志來決定 哪一個地方是比較適切他來居住的 他自願離開的 如果他走的時候 你用一支槍子 對不對 你怎麼趁火打劫 我又不明白 打劫就是一個非常負面的詞語 而且你說打劫 打劫的對象肯定就是被動的 沒有理由主動的 那你就是說 現在那些移居到外國的香港人 就是主動被人打劫 你都說不通 人家個個自願 對不對 葉劉又說 如果港人申請移居海外 就會喪失中國籍的話 就不是找妥做法 因為有可能他們會熬不住 而決定回流回香港 葉劉就說應該在香港人正式入籍外國的時候 才自動喪失中國籍 他說這番話 只是證明我昨天的理解是正確的 我都說他沒有死錯人 對不對 有些人就說 哎呀好啊好啊葉劉說這件事 BNO立刻變BC 他理你才傻啊 他等到你變了BC才是剝奪你那個中國籍 以及居港權那件事 說了他 哪有這麼大隻 隨街跳才行 他不會益香港人 五加一是走不掉的 肯定六年了 即是說六年之後 就會沒有了他口中的投票權 他以為香港人很稀罕那些東西 不知道說出來做什麼 你就投飽他 到時候沒有人理你了 是不是 唉 好了葉劉還說 他相信 憑著BNO移居英國的人數 不會好像英國內政部評估的那麼高 英國內政部其實評估了三個數字 三組數字的有 高中低的不知道他說誰 他就反問 香港人辛苦去到英國坐六年牢 為什麼還要持有中國籍呢 又說到其時香港人入籍外國之後 就並沒有在香港居留權利 但是仍然有入境權的 無需要工作簽證都可以在香港生活工作的 只要住滿七年之後 就可以重新獲得相關權限 葉劉就問人家為什麼要辛苦去英國坐六年牢 這件事你就應該反問自己在香港搞什麼 為什麼激發了那麼多人走到外國 這件事你是應該求諸己 就不應該求諸人 你問自己 何況就是 到底去英國是不是等同於坐六年牢 我就真的非常不認同 一落機那一刻 在希斯路機場 就已經呼吸到清新自由的空氣了 是不是呢 怎麼會坐六年牢 更何況你都漠視了現代科技的發展 以前看香港的劇集 就說要去唐人街租帶看 現在上去Youtube什麼東西都可以看 是不是呢 上網只要博通到互聯網 你想看什麼就有什麼 怎麼會說坐六年牢 我都不知道你在這裡說什麼 還有葉劉說來說去 無非就是想達到一個效果 就是說 凡親某一個日子之後 入籍外國的香港人 就會喪失了中國籍和居港權 當然 他說這些就是無非叫做政治掛稅 他就不是說什麼法例什麼道理的東西 他就是政治壓到一切 不然他不會提出這些建議 以他這樣的高級知識份子 所以我從來就沒有在這個節目那裡說 嘩什麼法例 你知道浪費口水 他也是說政治而已 不過有個人 就真的跟他浪費口水 這個就是劉夢雄 夢雄大師 昨天在Facebook上面 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的標題 很直接 就叫做露斥葉劉淑儀 他這篇文章是怎麼說的 他就說 就是批評葉劉在南華早報那些建議 他說顯而易見 葉劉淑儀正正就是不尊重兩制差異的左的典型 就是說葉劉很左 跟著下面那段就說 葉劉淑儀 就企圖違背基本法另搞一套 是不是唯恐香港不亂呢 雖然由於歷史的原因 擁有外國國籍 而作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香港投資 工作 生活的工商界 政界 專業界 學界人士 是數以十萬計 甚至是百萬計 包括了不少舉足輕重的 財團首腦 乃至到 政界的頭面人物 他就舉出了個例子 就是梁君彥 也是剛剛做立法會主席的前席 才放棄外國國籍 劉孟雄就說 基本法正正就是考慮到香港的歷史 和現實情況 才對於符合資格的非中國籍的人 香港永久性居民 擁有居港權和投票權 而且就作出了明確的保障 但是葉劉就反其道而行之 造成了工商各界人心混亂 社會不安 為冤俱餘 為蟲俱爵 究竟是何居心呢 經歷過修例人禍 疫情天災 百業蕭條等痛苦煎熬的香港市民 可謂黃台之瓜 何堪在宅 葉劉淑儀 收起你的高級黑 低級紅 不要再被中央和港人添煩添亂 這就是劉孟雄在Facebook上的文章 可謂拍案叫絕 得到了很多網民的讚好和分享 他就叫做噴到葉劉一臉屁 他也列舉了很多基本法 什麼什麼條例 但葉劉顯然就是不說這些 或者不看這些 他看這些就不會作出這些建議 所以劉孟雄就是對著他浪費口水 不過 那篇文章都寫得 很合乎情理 都值得和大家分享 好了 接著就再說 林鄭 他今天見記者的時候 有些記者問他 BNO那些 他就說 中英兩國政府對於怎樣處理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已經有共識 如果有人單方面偏離共識 另一方要採取一些行動就是理所當然 而特區政府 沒有提出怎樣處理有關的問題 行會 也沒有相關的討論 即是說 葉劉現在所說的 按照林鄭的說法 就說是 葉劉自己的意思 因為他說行會沒有討論 當然 林鄭在其他的場合 有沒有再討論這些 那就不知道 反正他說行會沒有討論 就只是顧網聽之 就是說葉劉在行會上 都應該是沒有提出過這個議題 如果不是別人就不會說 在行會裡面沒有討論 那究竟你說剝奪香港人的居港權 或者是 什麼什麼權 是不是葉劉的意思 或者是上邊找他出來 試試水溫 還是怎樣 那就不知道 反正林鄭的這番說法 就等同於 跟葉劉的建議 劃清了界線 不過到最後會不會實施呢 又不知道 他劃清界線 就是說他這些事情 他不攬上身而已 那沒有他的 林鄭的老公和兩個兒子 都沒有放棄那個英國國籍 他哪有說服力去搞這些事情 變成現在去葉劉做了這個難頭髮 這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